上厕所移动 但后方一名男子 鬼鬼祟祟紧跟在后 几分钟后 男子快步跑出来 换成女子在后面 一脸惊魂未定 但男子跑得好快 就算旁人帮忙 也追不上 但他为何跑得这么急呢 原来他疑似市民色狼 当时受害女子 才刚上完厕所走出来 结果他发现 隔壁间怎么躲着一个男的 他的第一直觉就是 自己是不是遭到偷拍了 他吓得放声尖叫 女子当下试图求救 哪知道 对方直接窝住他的嘴巴 虽然奋力挣脱 但还是让这名男子给跑了 整起事件发生在五号晚间 新北市三重知名的汤城园区 受害女子其实是商场的员工 只是上个厕所 竟然遇上色狼 如此遭遇 也让其他员工都很害怕 女员工把自身遭遇 PO上脸书 三重警方随即介入调查 透过监视器 五天内逮到这名嫌犯 低着头被带进三重分局 24岁的王姓男子 过去曾经在汤城上过班 这回被指控偷拍 他无业无前科 早已强制罪送办 但犯罪理由令人傻眼 只因无聊就随机 尾随女员工 虽然他否认偷拍 手机里也没找到犯罪事证 但捂住女员工的行为已经触法 好在警方已经逮到人了 还给汤城员工一个安心工作的空间 记者黄天耀成选 新北市报道